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虽不纤细 但中气十足 丝毫没有疲态 她在专访中还提到 到了晚年愈发勇于表达自己 只想着快乐起来开启第二人生 更是不惧让外界看懂自己转变 直言网络媒体又快又发达 她的变化都呈现在观众面前了 就在2024年 林青霞还跌断了两根肋骨 老年人最怕摔跤 林青霞还能忍痛出席活动 不得不感慨她身体康健 可见外貌上的年轻是次要的 心态上的年轻才重要 提到有没有可能付出 林青霞态度很是诚恳 直言自己想拍一部矿石之作 写个小说改编成剧本 就算是白日梦 也想要梦一梦 万一实现了呢 联想到传得沸沸扬扬的林青霞昏变传闻 也许对她来说 豪门婚姻早就不是她唯一依靠了 正如林青霞所说 人的安全感还是来自内心 此些暗处是无香 最后再次祝林青霞70岁生日快乐了 林青霞 这位华语电影界的传奇女星 即便过去了几个世纪 她的名字仍然闪耀在人们的记忆中 如今 她迎来了70岁生日 成为了岁月流转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岁月如歌 娶起了林青霞的人生旋律 当我们回顾她生命的每一个章节 我们会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容颜已经发生了变化 然而 岁月并没有剥夺她的魅力 反而让她更加美丽动人 或许 她略显风雨的身材 会让人感叹时光的流转 然而 正是这份风雨 承载着她经历过的辛酸与甘甜 让她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成熟魅力 她的脸上刻印着岁月的印记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是她演绎生涯中的点点滴滴 林青霞 这位传奇女星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在她的眼神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岁月的智慧和沧桑 她曾经的名眸好耻 如今已逐渐沉淀为一抹淡雅的烟红 散发着宁静与从容 她的微笑 仿佛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变得更加真挚和温暖 如今的她 仿佛老久 岁月的沉醇让她愈发显得充实而美丽 她不再是当年的少女 但却拥有一种泥人的风姿 一种内外兼修的气质 岁月让她更加自信 更加从容 她散发出的自信与魅力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林青霞的演绎事业 如同她的人生一样 流转着丰富多彩的色彩 她曾经塑造了许许多多的经典角色 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感动与回忆 如今 尽管她已步入花甲之年 但她的才华和魅力仍然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岁月的沉淀让林青霞越发珍贵 在她的演技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岁月的积淀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她多年来的沉淀与经验 她的演绎有一种戏剧性的张力 仿佛是岁月的见证者和倾听者 将那些人生经历化作内心深处的情感 林青霞并不只是一个演员 她还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和母亲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 也是生活的点滴 她用自己的坚强与智慧 守护着自己的家庭 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她的经历与成长 让她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也赋予了她一种独特的魅力 今天 我们向林青霞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祝她生日快乐 岁月如歌 她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愿她继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让我们跟随她的步伐 共同感受岁月静好的美好 在华语电影的天地里 林青霞那绝对是一颗闪亮的星 也是好几代人心里的女神 时间流逝 就在11月3号 这位以前美翻了的女明星 不知不觉的就已经70岁了 林青霞迈进 70岁的时候 她没搞那种很大很豪华的派对 而是选了跟粉丝近距离聊天 这场连麦互动 就像个意外的惊喜 让粉丝们心里暖暖的 林青霞的笑声 还是那么响亮 好像能穿过时间 把那些年的青春记忆给带回来 再差不多 20分钟的互动里 林青霞她的脑子 还是那么灵活 说话也顺流 真不敢相信 这是个70岁的老太太 连麦互动的视频和照片 在网上传开后 林青霞的样子变化 就成了大家热聊的话题 有些网友觉得 以前的女神 现在这样有点可惜 觉得岁月 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太重了 可更多的网友表示理解 他们说 人都会老 这是自然规律 谁也挡不住 林青霞能大大方方 面对自己变老 用最真实的样子面对大家 这种勇气和态度 比光保养外表 可珍贵多了 在网上 关于林青霞外貌的争论 一直没停 不过更多人 开始关心她的内在品质 和精神状态 面对网友 对自己外貌的议论 林青霞可淡定了 她心里明白 岁月不光带走了青春的脸蛋 还给了她好多丰富的人生经历 在连麦互动的时候 她笑着说自己变老了 还说更看重心态年轻 林青霞觉得 真正的年轻 不是外表好看 而是心里有活力有热情 这种态度 在她平常生活里 也表现得很明显 不管是去参加活动 还是接受采访 林青霞总是用最自然的样子出现 不故意打扮 也不装样子 这种真实和大方 让她在娱乐圈里 就像一股清流 除了跟粉丝亲密互动 林青霞最近的情况 也让人很关心 从最近的照片能看出来 她现在变成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了 虽然样子有点变了 可精神头还是很足 林青霞说 年纪越大 她越敢表达自己 就想快快乐乐 开启第二人生 她还透露出 自己想拍一部作品呢 甚至想自己写一部小说 再改成剧本 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 让人看到了她心里的热情和活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林青霞对待变老的态度 很值得咱想想 她能大大方方接受岁月过去 活出自己 这种态度 不光能让她生活质量高 幸福感强 还给咱提供了一个面对变老的好榜样 总的来说 林青霞的 70岁生日庆典虽然简单 但是很有意义 她让咱看到了一个真实 大方的林青霞 还让咱想想 怎么面对岁月过去和人生变化 林青霞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咱 真正的年轻不是外表好看 是心里有活力 有热情 那对咱每个人来说 又该怎么在岁月的长河里保持自己的真模样呢 也许 这就是咱得从林青霞身上学学的地方 在这里 咱再祝林青霞生日快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